香葱蒜蓉火腿包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次想做一個香葱蒜蓉火腿包 我們這個麵糰 大家可以切去鹹麵糰的直接發來看 我們現在已經進行了第一次發酵 好 等它發酵的時候 我們準備材料 這裡是火腿蓉 你可以切粒或切條也可以 加少許麻油去拌一拌 這樣我們準備一些蔥花和蒜蓉 我們好 等麵糰發酵好 我們就做形了 OK 麵糰第一次發酵了 拉出來有很多蜘蛛絲 這個麵糰成功發酵了第一次 我們就將它現在分開 排一排氣 然後分開幾份 準備再發酵第二次 OK 十五分鐘後 我們現在做形了 好 將它拿一塊出來 然後壓平它 把餡料放進去 好 再把餡料放進去 然後就把餡料放進去 然後把餡料放進去 先把餡料放進去 先把餡料放進去 把它捲起來 這樣捲起來 拌好 收口向下 分割三塊 準備黑芝麻 凍分 像做到一朵花形 把旁邊黏一黏 把旁邊黏一黏 做到一朵花形 放在卡箭模裡 等它第三次發酵 火腿包卷成形 進行第三次發酵 蓋上保鮮籽 等它三十分鐘 就可以焗 火腿包 發酵30分鐘 好,现在面上就塗一点点蛋液去 轻轻塗一点点蛋液去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添一些芝麻上去 OK,烤炉就预热了15分钟 好,我们用它170度烤12至15分钟 我们开始 好的,那我们的香葱蒜蓉火腿包 又出炉了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尝试一下做呢? 拜拜